你 怎么会这样啊 迷迷一句到手的线旅人 这道 拖拖你们看 不去 你别想那么多 我下去看看 看样子 你们这一趟野外考察 不施不利啊 白教授 来 拿去 这是我刚摘的门口的夹株桃 你帮我看看 是不是就冲了 怎么花开的 没有往连夜的呢 这个夹株桃确实被虫住了 您看这上面有好多虫卵 我老了 看不清了 这片夹株桃以前都是我夫人 亲手照料的 后来 她病倒了 不方便上楼下楼进进出出 她就一直念到 空中花园成功了该多好 这样她就可以坐着轮椅 在家里照看她的花花草草 那您夫人现在呢 过世已经十几年了 对不起 白教授 白教授 虽然到现在 我都还没有搞清楚 仙旅栏和空中花园 到底有什么关系 但是这一次拉链 还是被我搞砸了 没有那么严重 来 来 你坐 来 那 我搞了一辈子的 生态多样性研究 都没有把空中花园 研究得明白 哪是你们一次 课外实践 就能搞清楚的呢 科学如果 那么容易被参透 那就不是科学了 大哥 慢慢来 好 但是我跟大神们 根本都不在一个层次 我还每天都被周二文嫌弃 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样 我教你一招 在不知所措的时候呢 就要相信命运的安排 命运把你安排到这个公寓里 一定会有它的道理的 你只要做到 不辜负就好了 好 好 今天包的馄饨 拿去给大家做晚餐吧 走了 白头 您不到实验室去吗 就今天这个气氛啊 我还是不要出现了 好 再见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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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没收拾手吧 没有 完了 这下彻底完了 这一盆土是周文最喜欢的 就要等他回来发现了 古的白 初 南恩虽然莽撞了一点 但这毕竟是他的第一次 我们要宽容一些 如果一开始就对他在错误上的道路宽容的话 对大家来说都是浪费时间 干什么 你一开始认识我的时候 也跟我说过道不同不相为谋 那后来我们在很多问题的看法上 不是非常一致吗 现在有一致吗 在科学上谁都没有绝对的 我们需要不同类型的伙伴 不管怎么说再给南恩义斯机会 又如果说过道路宽容的交换 像明明说的 也疯狂和 完全不消 不消 不消 感谢观看